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一看这个手机啊 哎呀呀呀 感恩 那时候刚好五千啊 对不对 当然呢 在这一晃当中啊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 有大家的支持呢 我们继续前进啊 因为呢 我们昨天才讲要挑战 对不对 我们不怕挑战 任何人都一样 我也跟大家一样 不怕挑战 我们呢 专门就是对付挑战的 对不对 谁怕谁嘛 对不对 好 当然呢 这个今天到了周五啊 这个回顾这一周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啊 非常的多 那疫情当然还是非常的严峻啊 焦灼中美关系 一直是大家在全世界新闻当中关注的焦点啊 当然在前两天的这个节目下方啊 有朋友啊 特别问到了关于就是 中国跟澳大利亚最近啊 这个譬如说中国要对澳大利亚小麦进口 科增67% 什么的关税 对不对 然后呢 对于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牛羊肉啊 有三家屠宰场 说呢 卫生不达标 基本上你们的肉品啊 不准进入中国 这个似乎有一点点像贸易战 对不对 那当然呢 呃 有人说呢 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啊 Scott Morrison啊 谈到关于要对于这个新冠疫情这个发源的这个源头啊 最终调查这件事情啊 是不是有关联啊 当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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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说不是不是 我们绝对是为了这个食品安全啊 还有这个保护这个中国的农业啊 尤其是小麦这部分 但是放眼看去如今的世界啊 在这次疫情之后呢 似乎大家这个有一点点不像以前啊 玩游戏啊 还那么文明 大家现在呢 都都把自己的这个袖子啊 都都撸起来了 对不对 啊 都撸起来了 当然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有人是说你看澳大利亚像那个 那个胡总编嘛 那个胡总编啊 说把澳大利亚形容像 黏在脚底的口香糖啊 什么蹭什么都很难蹭掉啊 什么什么意思是说一文不止啊 当然这个这个这个媒体总编 用这种形容词啊 因为人家有高度嘛 这个讲话有分量啊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 有点重啊 有点重 因为你回头去看中澳关系的发展 非常的微妙 因为如果要看历史来说 实际上这个 不好意思啊 我们要讲点历史啊 这个大家才比较能够了解现况 整个来龙去脉啊 因为说起澳大利亚人啊 实际上跟新西兰一样 都是当年啊 大英帝国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呢 当时大英帝国一直有一个梦想 因为西班牙那个动作快对不对 那老哥呢 就帮了新西班牙女王伊丽莎白啊 不是伊丽莎白的 叫伊萨贝拉 伊萨贝拉啊 这个找到了 因为老哥是 哥伦布是意大利人嘛 帮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 找到了新大陆 那西班牙呢 就变成无敌了 对不对 后来有无敌舰 对啊 是这样来的啊 好 那这种情况当中英国羡慕不已 后来当然西班牙的没落啊 英国的崛起啊 从这个海 有人说是海盗起家了啊 因为确实这个官方啊 当时有那个授权证书啊 就是说合法抢劫啊 除了英国传领外 皇室授权给你合法抢劫 这个在历史上也真的是罕见 你知道 国家发给强盗证书啊 当然中间有一个弹书啊 抢到之后呢 王室要分一笔啊 好了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啊 英国当时啊 就一直有一个梦想 去寻找第二个新大陆 第二个新大陆 当时因为科技啊 什么一大堆这种 很非常的落后嘛 船也是翻船 对不对 也没GPS 更没有微信啊 什么那么多科技先进的 怎么办 大家就在海上绕 就瞎绕 对不对 什么什么 绕来绕去绕去啊 继续找找 实际上这些英国啊 他这个后来殖民地是 不是他的初衷 他的初衷是希望找到一个新大陆啊 就是能够呢 上面有肥沃的土地 众多的人口 然后我去统治 他们就能够有大量的物资啊 运回我大印帝国 所以英国当时有一个童谣啊 在当时他们是小孩子这样唱的啊 说我们有加拿大的麦 我们有澳大利亚的什么牛羊肉 我们有新西兰的羊毛 我们有印度的什么什么都有 苏伊士运河之所以挖通 是为什么 就是英国希望能够让全世界的 他殖民地的东西 尽快的运回英国 对不对 否则要走非洲 好旺角 对不对 挺费事嘛 什么印度洋 大西洋 然后绕一大圈 我走 苏伊士运河 过去啊 对不对 快 所以是这样来的啊 然后加上发明了那个内燃机嘛 占中东有石油 又有那个运河 什么 这全部都是有布局的啊 对不对 后来抢了印度 你看那个也很头大 因为印度人太多啊 听说英国的军官都不够用啊 对不对 后来雇印度人来管印度人 印度也是真的人很多啊 后来 但是这个这个就不能不要讲远啊 就讲到这个点上的时候呢 澳大利亚跟西西兰实际上就是殖民地 那这批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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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形容澳大利亚是罪犯的流放地嘛 因为英国当时有个法就是任何人呢 只要偷东西都要关起来 那关起来关哪呢 监狱人满为患 所以当时就有人出主意啊 我们大英伦四周环海 农几艘老帆船呢 上面关人 你看我们聪不聪明 对不对 也不要栏杆 他有本事跳到海里 游也游不到岸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很多海上监狱 但是海上监狱啊 就有个问题 不够人道 住的环境很差啦 疾病啊 死亡啊 一堆问题 很多人就骂政府说 你们不能这样子啊 他不过偷了个面包 关在船上 判他三年 结果他就死掉啦 怎么说 舆论的压力很大啊 因为毕竟确实不人道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想说呢 既然是罪犯了 对不对 要流放 然后就这样 在那遥远的南太平洋 有一个地方 叫澳大利亚 是一片大陆 中间呢 都是沙漠 非常适合开垦 对不对 对于这些年轻力壮的罪犯呢 去开垦是最好的地方 咱们呢 就把它丢到天涯海角 眼不见为净 对不对 免得呢 大家看得心烦 这个主意好不好 大家派手 好好好 然后呢 这些所谓的囚犯 就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也不敢不要 因为他是英国的殖民地啊 对不对 大清朝啊 当年大清 大清朝啊 跟澳大利亚在建交的时候 往来的时候啊 是张之洞 当时是他还是自治领 自治领的概念就是 他不是一个国家 他的外交跟军事是由他的宗主国 大英帝国决定 新西兰当年也是啊 对不对 当然呢 这个比较早 澳大利亚比较早啊 就一直希望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啊 因为总觉得 你竟丢一些 你不要的给我 对不对 那我这边必须靠自己什么 诸如此类 然后我还要上缴 所以他们后来1840年 他们就成为独立国家 那新西兰是1840年跟外当义啊 跟当地的原住民啊 签了一个外当义协定 当然英国后来是迫不得意啊 在这边找了半天啊 甚至找到南极哦 这个绕过来绕过去绕过去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没鱼 虾也好咯 对不对 尤其是法国人当年啊 想要抢新西兰 所以英国人就先上走围墙嘛 跑过来跟那个原住民说来 我们签个约 我保护你 对不对 其实我就帮你占了啊 好了 那话说回来 澳大利亚 他等于是中祖国是英国吧 对不对 Yanguru-Sachun人 实际到今天啊 你去问很多澳大利亚的白人啊 他们始终不愿意融入亚洲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啊 离亚洲最近对不对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啊 如果过去有听我节目大家都知道 那个丘吉尔对不对 日本人已经在达尔文港丢炸弹 丢下去的数量比珍珠港还多 因为珍珠港是 12月7号吧 隔年 年头 他跑到达尔文去丢炸弹 因为小日本当时啊 是准备呢 这个接收战果 把纽奥归他 对不对 德国把英国灭了 那纽奥就归我吗 因为在亚洲啊 好 然后呢 这个澳大利亚就跟英国求援嘛 说丘吉尔来 我去了三个师啊 澳大利亚军人调回来 保卫国家 丘吉尔说弄 北非吃井啊 不行 就闹到最后都翻脸啊 就调一个师回来 所以澳大利亚一开始慢慢开始就 就了解到自己跟英国的关系是已经 远近了啊 后来呢慢慢跟美国啊 走得比较近也是这个原因 新西兰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二战的时候美国来协防嘛 对不对 在我们这边建碉堡啊 前几集我们还坐过外景去拍当时那些碉堡啊 如果错过朋友可以去搜寻 我们稍早的敬为点评啊 走访 当年二战遗迹啊 这挺有意思啊 不过没打仗 碉堡坐了半天 日本人没来啊 就只是巡逻过巡逻机飞一飞啊 好了那回头就讲澳大利亚人的心啊 他当时在二战之后啊 他跟美国走得比较近 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 亚洲市场确实是一个新兴的地方啊 那对于这个澳大利亚的需求非常的多啊 像当时的日本台湾香港 韩国啊 新加坡这些对于澳大利亚出的牛羊肉水果 印象很好 所以当时亚洲人呢 又喜欢旅游对不对 慢慢有经济地啦 大家出国玩啦 很多人就去澳大利亚啊 你去问大概亚洲人说 有没有去过澳大利亚 大部分都有去过 很多人甚至呢 你问他说 那新西兰在哪你知道吗 他说那是澳大利亚的一部分 确实啊 很多人认为新西兰是属于澳大利亚的一部分 不过中间啊 还蛮远的啊 隔一个塔斯曼海峡啊 那两三千公里啊 挺远的啊 基本上两个国家啊 但澳大利亚最近跟中国的这个 有一点点这个 这个这样讲 澳大利亚到现在啊 国土很大 但是有两千多万人口 他算是一个中等国家 在全世界这种中等国家非常多啊 那过去呢 在中美关系还不错的时候啊 就是有斗为破的时候呢 大家还算好啊 你不需要那么表态 选边站 说我是红的 或我是带条的 对不对 你又不需要讲那么明白啊 反正打擦边球 所以那时候呢 实际上很多中等国家 就有了一种 操作啊 叫做呢 经济靠中国 中国经济发展好嘛 对不对 经济靠中国 这个外交靠美国啊 反正呢 好的都归他 对不对 那当时美国也不介意啊 中国也不介意 反正呢 这个 没什么大问题啊 所以中国呢 在这个整个这个战略布局上啊 我从今天一带一路之后发现 中国的外交战略非常具有远见 因为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 澳大利亚一直不愿意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当时跟中华民国还是有邦交 到了70年代的时候啊 这个因为其实内部一直有声音说 我们应该跟中国建交啊 但是政府一直不愿意 到了70年代 尼克松都去中国了 1972年啊 澳大利亚就要检讨了 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跟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 因为在60年代 中国曾经闹过饥荒 东西不够吃 当时是跟澳大利亚买了小麦 那澳大利亚人就很高兴啊 想说 这个大买家 需求量很大 但是中间又有一种 因为在西方当中啊 总把这种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啊 看成像一种 像个烈焰火一样 对不对 远看可以 扣近会烧伤 因为社会主义的人都充满了热情嘛 对不对 啊 好 这新闻可以吧 烈焰 对不对 你看国旗都红了 好 那当然呢 这个澳大利亚人呢 在这个70年代跟中国建交之后 就开始走了 后来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这些年那个陆克文 对不对 澳大利亚总理 那个自政腔圆 然后呢 到这个中国啊 在大学演讲啊 年轻人都风靡啊 对不对 他们全家都取周文明啊 那个时候风气到澳洲的政治人物 都有中文名字 当时的外交部长毕小浦 对不对 他们全部都有中文名 这个才跟得上时代啊 要取个响亮点的 对不对 又跟中国的姓呢 要对得上 你不能取一个 没听过的 对不对 很奇怪啊 呃 像像莫里森 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Morrison 姓莫的有了啊 莫里森 因为也还可以了啊 对不对 那几个例子 对不对 好 只有新西兰总理比较难取中文名 Jasenda Adan Jasenda Adan Aden Aden 中国文文名有姓阿的吗 啊 好吧 没关系 我不要操得姓 好 回头讲澳大利亚 那 莫里森呢 抱歉 跟一般的 这个政客一样 但是这种中等国家 他们现在比较担忧的是 因为这些年啊 这个澳中关系发展的非常快速 大量的中国移民来到了澳洲 可是各位回想一下 澳大利亚之前是 现在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啊 他以前最少是白澳政策 他实际上到今天 大家都说 澳大利亚满街都是华人啊 但是你在官方的资料里面 你去查 最大的移民来源国是哪里 欧洲 不是中国 大家只是因为我们亚洲人 黑头发 黄皮肤 又爱群聚 所以看起来 哇 你们那么多 实际上 真正澳大利亚移民排在前面的 是欧一白人 当然亚洲人现在 经济力嘛 这个东西就是 这甚至有人形容啊 说澳大利亚 又胆小又贪婪 对不对 胆小什么呢 就对中国的那种 怕你知道 怕 看他 怕他把他给怎么样 对不对 但又很贪婪 贪婪什么 贪婪中国的经济啊 贪婪中国的钱啊 对不对 你想中国留学生澳大利亚 多重要的 来源 对不对 中国的订单啊 中国的游客 中国的移民 这东西 澳大利亚人实际上啊 因为我们常年在海外居住 嗯 我也经常有时候去澳大利亚旅行啊 我发现啊 新西兰的白人啊 他对华人没有那么排外 比较不排啊 心里有没有想 我也不知道啊 表面上还跟你很客气 但澳大利亚的白人哦 对有色人种是比较排斥 因为我最近听到新冠疫情之后 在澳大利亚发生了许多就是那种 就是看到华人啊 亚洲脸 痛骂 叫你滚回去啊 滚回你的国家 骂 因为有一些人啊 他可能是第二代啊 父母移民 他都在澳大利亚出生 但没办法 骂骂中国人 他就长了一个中国脸啊 可以头发黄皮肤 对不对 然后他中文可能讲的都不好 中文字都不认识 他也被骂得很冤 对不对 但他能投诉 你怎么办 你只能去投诉人权委员会 种族歧视 这样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发生在这种中等国家 他们现在在这个新冠之后啊 被迫选边 澳大利亚就是个例子啊 我讲澳大利亚之外 新西兰 很多很多国家都一样 现在这种中等国家通通面临到一个问题 选边站 但是在这次疫情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当中啊 实际上出现了一段空白 因为在过去这个世界上啊 大致上是这样玩 当有问题的时候 因为美国是大哥嘛 基本上他出面 如果他一个人能搞定 他就一个人搞定 他搞不定呢 就吆喝大家 一起来搞定 对不对 所以不管在 简单讲就是说 现在防疫工作上 就是一片空白 所谓国际联防这件事 零 零 世界卫生组织 他那种 对各国政府没有影响力的啦 只能建议 对不对 你办不办 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也不能开罚单 对不对 连口头警告都不敢 为什么 明年人家不给钱 你这个组织就解散了 所以你别把世卫看得很大 对不对 你只能想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就这样 所以现在问题是国际联防 这个多重要的一件事 零 这段空白 这所以空白的原因 因为美国带头大哥 最近态度变了 不管啦 对不对 中国的问题啊 你们去找中国 去问中国 我不管 对不对 因为他确实很难管 他自己已经交道乱额 死亡率不断的攀升 那个福奇跟他的对话又矛盾 他又否决福奇 所以你们科学家都不懂 医学专家都不懂 谁懂呢 对不对 不过关大学问到 这个书要读过就知道 好 那现在说来的问题是 这些中等国家 他们可能将来在国际局势上 就不管中国这一次 小麦的科征惩罚性关税 到肉品的静观 检疫 实际上 可以算是给澳大利亚一个 讯号也算是一个警醒 没有办法你 这个刀切豆腐两面光 这个经济靠中国 外交靠美国 那个时代完了 没了 现在没有了 那表不表态呢 是一个趋势 但他不是唯一答案 唯一答案 那当然最近呢 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 澳大利亚 找了谁呢 奥地利 以色列 新加坡 新西兰 还有哪一个 总共大概六七个国家 开了一个什么会呢 电话会议 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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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这段期间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叫 免疫区的概念 就是我们彼此国民往来啊 不需要十四天隔离 因为你的疫情控制很好啊 我的控制也很好啊 那我们不跟外人来往 我们之间贸易 人员 流动 旅游 形成我们的一个 所谓防疫区 各位注意到 现在讲只是防疫 但某种角度来讲 它是会形成一种 叫做第三方势力 我们用这个比喻词 不一定是很恰当 它可能会在中美之间 寻求小国结盟 因为这里面 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能够单独去对付 中国或美国 没那个能力啊 差太远了 澳大利亚 现在那些部长都出来说 哎呀 这个是单一事件啊 我们立刻改进啊 对不对 什么肉的屠宰场的 什么这个那个 虽然有几千个工人下岗 因为屠宰场你要知道 这个不像我们想象中啊 那个里面就几个人啊 那个他们那种生产线 日以继续的沙 那个那个牛羊啊 那个那个是非常的惊人啊 那个过程就不要讲啊 因为我有看过 实在真的是太太太太厉害 全部机械化 都机械化啊 工人不多 但是有几千个工人 就知道那个量有多少啊 所以新西兰呢 屠宰事业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本国人拼命吃500万人 大概吃十分之一 十分之九 出口啊 这十分之九当中呢 大概一半 进了中国人的胃 另外一半呢 卖到中东 因为他们吃牛羊肉嘛 好 所以这个情况 大致上是这样之后 就我们讲到国际局势上 谁来填补这块空白 没有第三个国家的 那么强大的情况之下 就会出现这种 中等国家的 一个联合出现 当然呢 在未来局势的发展 我想美国应该也看到 这种情况 但现在分身法术啊 中国其实也知道 为什么我前面讲这个中国啊 在国际布局上 有远见 因为如果今天 中国要变成世界强国 他的这个 整个世界的布局啊 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 你在全世界各大州 你都要有一定的 军事投送能力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美国今天能够强大 是两个要件 经济跟军事嘛 对不对 没有什么好客气 说啊 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 以德福人 那个时代过了 那孔子可以啊 要的就是军事投送能力 还有驻外军事基地 对中国来讲呢 虽然它是一个大陆型国家 有非常长的海岸线 但是你要能够 布局全世界 确实有许多努力的地方 那当然现在呢 比较重点发展的一定是 北半球啊 这一块 但南半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纽澳 如果你想纽澳延伸过去 经过南太平洋 是哪里 南美 南美的上面是什么 北美 就战略路线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路线 如果你直接过太平洋 太敏感 对不对 那不管是外交 经济 各方面 这个路线很重要 所以大家看一带一路啊 基本上 现在是从 往西走 对不对 往西走 经过中亚 经过中东 进入欧洲 但 未来的计划啊 曾经有提过 就南下 菲律宾 对不对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南美 这个一路哦 这个是第二条 一带一路 现在是一带一路 对不对 A计划 当然还有一个 B方案 未来发展 的走法 这个对于一个世界大国的布局 非常的重要 那 中澳关系呢 会怎么发展 我个人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 其实问题不大 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 陈敬业也讲话了 但是呢 在这个节点上 这个各自表述的 很重要了 但就表述了 那 澳大利亚也必须理解 今天的中国跟过去 已经不太一样了 那你要什么 经济靠中国 这个靠美国的时代 也慢慢在变 当然澳大利亚要调整这个过程 需要时间 因为毕竟他要 当年跟中国建交 实际上已经是争议已久 因为在50年代 中国刚建国之后 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内部啊 讨论过好几次 后来说把这个提议啊 拿到大英国协外长会议上 问问大家 我们澳大利亚跟中国建交 听听这些大英国协的意见 但没想到呢 当时的执政党工党输了 那这个案子就割了嘛 后来蹭蹭蹭 蹭到70年代 美国 怎么飞去了 当时澳大利亚一定一头雾水啊 怎么一个中突然跑去了 对不对 当然后来也知道是越战啊什么 因为澳大利亚当年还派军啊 去打越战啊 对不对 一群人都去了 也打过朝鲜 也打过越战 中东 澳大利亚都没少打 都硬邀了 硬好有邀请 一起去打群架 对不对 澳大利亚都 也知道那些都不干他的事 但没办法嘛 对不对 老大邀火 就去了 那走到今天 所面临的问题 也是考验澳大利亚 现任的总理 Scott Morrison 他的判断力 但是 以中国的发展 在地缘政治上 在未来 也不能够忽略 第三 这种中等国家的 第三方势力 的结合 如果能够善用 这第三方 中等国家的结合 对中国 走向世界大国的 道路来讲呢 是不可少的 一个一步 好的 那很快接近 节目的尾声在这里呢 今天还是非常谢谢 我们冲过了5000 继续朝6000迈进 在前进的道路上呢 这个 我们会不停的加油 天天天天天的向前冲冲冲 因为呢 前几天还有朋友跟我聊到 就是关于这个 直播 直播带货这件事 那我就 后来去了解一下 发现呢 这个 我真的没那个 没那个能力啊 但是呢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道小跟各位来谈谈啊 一个新的媒体时代 在改变 中国在这次疫情之后 人们的生活起到什么样的改变 直播带货 会不会颠覆 中国人的消费习惯 好吗 有兴趣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明天周末反得 精卫点评 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